民众党的总统参选人柯文哲在表态说 在野整合最后一定会合 让蓝白合的可能性进度又提前一步了 但是柯文哲进办发言人陈志涵却是抛出震撼弹 他说要用民调比拼 谁能够对战赖清德 输的话就要退选 时事评论人谢寒冰就分析说 这听起来很像是分禁合集 民众党确实是有意合作 但是绝非不看民调 就看国民党有没有自信了 就是这段话让期盼在野整合的选民热血沸腾 柯文哲选在深蓝军系场合亲口表态 一定会合博得满堂彩 但侯友宜却缺席人去哪了 原来侯友宜此时正分别与蓝营各县市首长 包含卢秀燕张善政 杨文科等人会面 商讨各地进总成立事宜 听取各方的意见 29号也要继续和蒋万等人商讨策略 今天我也会跟侯长见面 我们也会交换意见 那最重要我们就是团结胜选 侯友宜持续布局地方 柯文哲近期也平端政策牛肉 颇有先兄弟登山各自努力的味道 眼看整合有眉目 但科办却在此时抛出了震撼弹 我们主张由第三方的公正民调 来选出最强的候选人 足以挑战民进党的赖清德 输的退选 蓝白合作是多数民众的期待 而现在正是在堆叠共识的过程 各方的建议或是合作的方式 都会纳入考量 叫战蓝营输的退出选举 但所谓的退出是屈居副手 或者是就此离开牌桌没说清楚 我觉得是一种分进合集的一种方式 也就是民众党确实有意愿合作 但这个合作绝对不是像之前赵康所说的 也就是蓝的绝对不能当富的 然后不要以民调决定 2P对民调是有自信的 所以他认为只要以民调来说的话 他不会输给侯友宜 那反过来说蓝军最近也一直说 侯友宜的民调上升 那蓝军自己对民调是否有自信呢 我觉得这个是蓝军自己本身要去思考的问题 整合前夕侯柯也许终须一战 就看蓝营肯不肯接下战帖 记者郭先生阳 蔡炳翁台北三文报道 民众总统参选柯文哲现在抛出说 蓝白河最后一定合 柯办发言人陈志涵随后就抛出这个话题 说应该要找公正的第三方来办民调 输的就要退选 国民党总统参选侯友宜的进办组织 副召集人谢龙介现在就分析了 他指出每一个人所表达出来的意见 其实背后都是有目的的 他说他的目的就是要支持他的政党提名人 要和大家当然都可以有意见 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就要有艺术 要尊重人家的主体性跟意志 他想要民众党继续成长的话就要有所得 但是要叫他舍当然也要让他得 国民党同样的是要得 当然也要有舍 取舍之间就是考验者 候选人跟党主席的智慧了 好 但大家现在就要看的是 侯科佩有没有可能成行呢 民众党现在就抛出要看民调来决定 输的就要退出大选 前立委郭正亮就分析 这是民众党为了要给下架 民进党的民众一个交代 蔡正元也认为这是对蓝营的反弹 到那个陈志涵那个发言就表示 他们的核心就是民调 那当然为什么要做回应 因为这个下架民进党这个舆论压力 实在太大了 那两岸和平的呼声实在太大了 在这个大的舆论他们一定要回应 那可是要合理的回应 那合理的回应就是 那就用民调决定吧 那由第三方大家信得过的来做吧 觉得民众党的方案应该就是这样了 就确定了 就确定了 那接下来就等国民党的回应 我认为这个应该让朱立伦回答 朱立伦跟侯友宜要回答 主要是朱立伦 他是主席嘛 这是一个反弹 反弹 也是一个交代 对 什么叫反弹 金卜松说我没有下令打磕 可是有没有下令压磕 第一个 朱立伦一定要合 侯一定要当政党 对 对 第二个 说法是说 我国民党家大又大 我多少县市所长 多少立法委员 多少议员等等 那你民众党是什么 所以你只能当副的 对 然后没有要用民调 对 民调不考虑 第三个更绝的 蓝营的 也是金卜松好朋友讲的 我们选不上总统没关系 四年以后我们国民党还是条好案 你民众党不一定在 这种话都出来了 中国时报的社论现在就分析 关于即将到来的大选 如果多数的民意就是主流民意的话 那下架民进党就是台湾 现阶段无庸置疑的主流民意了 不但是民调一致都显示 希望2024换党执政的民意 是多达了六成左右 而且针对总统你参选人的民调 侯友宜搭配柯文哲的民意支持度 显著领先赖清德 如果再加上店后的郭台铭的话 那领先的幅度会更大 因应108课纲的实施 教育部现在就推动高中生 要建立学习历程档案 并且从111学年起跟升学来挂钩 但是根据统计 其实这两年平均不到五成的考生 他们是以学党升学 教团就认为这学党的制度 已经扭曲了高中生的学习态度 应该跟升学来脱钩 教育部现在也回应学生如果是因为升学 刻意透过他人或者是补习班 来美化学党资料的话 反而会影响大学对他们的评价 因应108课纲的实施 现在教育部要推动的是 高中生建立学习历程档案 但是成效其实备受质疑 清大荣誉讲座教授李家彤 他就表示高中生最重要的是 要将国英术等三个学科要学好 其他的都可以不要管 他认为学党的制度没有必要 也没有意义 甚至害了很多人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美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够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我的推荐码 CTI 798 CTI 798有何外的折扣哦 感谢周恩 明信心取消的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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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